当地时间1月2日 日本航空公司一架空客A350客机 在东京宇田机场与一架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引发大火 日航客机上搭载的379人以全部安全逃离 海上保安厅飞机上除飞行员重伤逃生外 其他5人遇难 当天晚上5点47分 隶属日本航空公司的516航班客机搭载着379名旅客和机组人员 从北海到新千岁机场飞往雨田机场后降落时 在跑道上与海上保安厅飞机发生碰撞 电视画面显示 客机在跑道上滑行式机体一侧就已经援起大火 飞机滑行结束时 整架飞机全部被大火吞噬 在消防人员试图灭火时 火焰还不时的从客机窗户和机体中喷出 客机上36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 在飞机完全被烧毁之前 成功的从着火的机舱中逃脱 部分旅客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 机遇下燃起大火 而乘客正从烟雾弥漫的机舱内往外撤离 大火燃烧了6个多小时 直到午夜后不久才被扑灭 海上保安厅表示 出示飞机员计划飞往日本西海岸的新泄机场 为1月1日地震的收灾群众提供援助 这场离市规模7.6级地震造成近5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目前此次相撞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日本官员们正在检查空中交通管制员 是否已授予着陆许可 此次事故是空中客车A350首次发生的严重事故 也是该型号首次发生机体全损 同时 这是自1985年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后 再由日本航空客机设计有人罹难的事故 以及自该事故后 首架全机报废的日本航空客机 是否会发生机体全机 也在港里面 给你请请请请请您的发展 我们应该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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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付